自从欧阳娜娜宣布退学 全面进军娱乐圈开始 就有许多人不能理解 而和刘浩然时不时的互动 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吵CMP 此前天才少女的人设 似乎已经不在 近日又音赛 是上先生片中 饰演女主角陆小葵 演技饱受质疑 对此她是5号出击活动时 被问到演技遭网友批评 她说为因此掉下泪 更展现高EQ的说 这件事情造成我的一个 生活中的一个蛮大的影响 我记得我前几天去上海 吃小龙虾刚好电视在放嘛 她就说你你是那个陆小葵 我说哦哦对 她就问我说哦原来是你哦 你原来本人讲这个样子 我问她白痴吗就嗯白痴 我说哦她说但但是可爱的啦 她就这样说我说 所以就我觉得也蛮好 谈到娜娜进影圈后 并争议不断 妈妈也发表文章表示心疼她 她坦言有难过一阵子 但仍表示 妈妈自己的心情吧 对但怎么写了这么的煽情 其实好像也还好 就她的原话也是比较轻松的 通常我都是难过两天 她都难过十天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支持 录是自己选的 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 娜娜要把自己选择的路走好 加油 不用担心爱你的人 永远比污蔑你的人多很多